至身已无心红尘 决意归仪佛祖 不能随军征战 请大哥与军师见谅 江湖不缺好汉 但梁山真正能称得上好汉的人物 就只有鲁智深一人 三规五戒除了银邪 鲁智深进阶处犯 但仍不影响鲁智深最终修成正果 修成佛身 只是上映天孤心的鲁智深 究竟有多孤独 名幻至深 但却只能看破不说破 鲁智深的内心又有多么煎熬 除了成佛 鲁智深别无选择 按照朝廷的指示 梁山大军已经做好了 征讨风辣的准备 大军开播之前 鲁智深找到宋头领 除了一在鲁智深的心中 宋将就只是宋头领 绝非什么大哥 更非公民哥哥 我想去大象国寺参拜至亲长老 前来搞价 宋将没有回应 因为他不懂鲁智深的心思 无用反倒接过了话 智深 前几日不是去过了吗 无用为何会有如此疑问 我们暂且按住不表 且看鲁智深如何回应 大军不日就要出征 去向长老道个别 注意鲁智深的这句话 并非回应无用 而是冲着宋将说的 很明显 鲁智深的这个理由 属于临时拼作 他不想解释太多 只想赶紧获得宋将的许可 这就是无用给出疑问的原因所在 在鲁智深的心中 至亲长老的地位和影响 远远不及至真长老 礼节性参拜会有可能 但绝不可能会有 身负疆场之前的生死道别 所以 无用觉得鲁智深此具大兴国寺 绝非简单道别 而是有着另外的打算 当然 宋将察觉不到鲁智深的异常 红色的官袍加深以后 他心中再无良善兄弟 此时的宋将只会考虑 征讨方辣的胜败结果 只会考虑朝廷会最终 给予何种官职级别 官方认可 甚至他想借着这次机会 同去参拜至亲长老 让长老给出指点 从虚妄中寻找寄托 宋将为何可恨 为何被人称为人间大恶 因为征讨方辣的结果 宋将明明知道 可他还是想用兄弟们的鲜血 染红自己的官袍 或许有人会说 面对赵王军的征讨 圣旨宋将别无选择 没有选择 能不能打打折扣 朝廷武装都能得过且过 梁山大军为何就非得 不怕牺牲猛冲猛打 因为只有如此 宋将身上的官袍 才能红得更彻底 来到大兴国寺 鲁智深先有这样一句交代 二位兄长 在此稍后 代萨家先告长老一事 表面上看 这是鲁智深对佛门规矩的 严格遵守 但实际上 已经身处江湖的鲁智深 仍要牢记寺院规矩 就已经暗示了 他再想断入空门的内心打算 大雄宝殿门外 鲁智深还是天孤星 还是梁山十大不均头领之手 可鲁智深一旦踏入紫门 便立马无心红尘 皈依佛祖 换了身份 变了模样 鲁智深有了皈依心 至今长老便有了 替其遮掩的具体打算 劝说宋江和吴用放弃功力行 就算心有执念 无法放弃 也不要耽误别人了却红尘的话题 也就成了 接下来的对话重点所在 所以 见到宋江和吴用 知青长老便直接了当 给出了问话 其实这句话就已经交代了 鲁智深的去向打算 同为梁山人 同为朝廷兵 宋江和吴用 均为求取功名之人 不该出现于佛门境地 为何偏就不提鲁智深 因为此时的鲁智深 已然四大皆空 已然重新皈依佛门 当然 知青长老这句话中的主要目的 还是为了讽刺两人的功利行 为鲁智深违背江湖道 已离开梁山 提供铺垫 准备理由 好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宋江该死的语言艺术 就问长老清德 却因俗缘浅薄 未能拜见尊严 今因凤诏南下 征讨贼寇 心过安民 至深兄弟 与长老辞别 我们兄弟相随拜见 实为万幸 态度诚恳 极尽谦卑 在此之前 宋江或许听说过至青长老 但长老对于鲁智深而言 都只是一个过客而已 宋江又怎会久闻长老清德 但这句话 久闻长老清德 就相当于我们经常听到的那句话 经常听别人提醒您 仅此一句 既能表现宋江的谦虚谨慎 又能替鲁智深维护形象 赚够面子 可既然久闻长老清德 你为何不早早前来拜见 福分不够 缘分未到 我等凡夫俗子 又怎会有这般荣幸 要不是至深兄弟带领 恐怕这辈子都没有这个万幸机会 平行而论 就宋江的情商智商而言 运程小丽 梁山头领 乃至后来楚州的安抚史 都委屈了宋江 可混击官场 绝非有了高情商和高智商 就能如鱼得水 含蓄两者的有机结合和精心调整 一句话 智慧不等于全谋 会说话更不等于会办事 宋江的这套本事 只能称为心机 混击基层闯荡江湖 或能得心应手 但真要到了朝堂之上 真要和那些修炼已久的 专业选手过招 宋江痛饮毒酒 或许都是最完美的结局 表明了态度以后 宋江又立马表现出 自己于人情世故方面的修为 这点薄礼 请长老买些香火 劝做我们兄弟的一点心意 这点薄礼 有领导慰慰下属长辈的意思 有信徒敬奉佛门的意思 更有对佛门固有规矩的遵循 能把人情世故玩到如此地步 宋江怎么就斗不过朝廷上的 盈盈狗狗呢 江湖才想人情世故 朝堂只想利益划分 从江湖踏入朝堂 宋江还需要修炼 只可惜朝堂没给宋江这个机会 更没给宋江留够修炼时间 至亲长老知道 宋江此来绝非如此简单 更何况 如果宋江就只是供奉香火 没有半点追逐名利的表现 自己又该如何留下鲁制身 所以至亲长老紧接着给出疑问 二位施主 不会只为供奉香火而来吧 宋江不能再躲 只能给出回答 实不相瞒 我们兄弟即将出征 前途未卜 想请长老指点迷津 好了 对话终于来到了功利层面 至亲长老可以发挥了 佛门以慈善为本 是明立如浮云 然大千世界云云众盛 均为明来又为力王 所谓指点迷津 也不过一句空话 二位都是做事之人 身负君命 用不着老纳多言 还是顺随心意而为吧 翻译一下这段话就是 赵王君已经有了征讨圣旨 你就别无选择 你已经决定为明为帝 又何必多此疑问 徒生烦恼呢 既有功利心就要顺心而为 就好像鲁制身一样 既有皈依心就要顺心而为 绝了陈缘修成正果 然后至亲长老给出了 水浒传中最为隐晦的一段话 既然已经摆脱束缚 愤然起义 为何还要重新进入体制 徒留无奈笑吼 宋江 你的这份功利心早晚会害死你 那么宋江听懂了 这句话中的劝告了吗 听懂了 只是不愿承认不想放弃而已 他甚至已经就此猜到了 鲁制身的可能选择 所以宋江赶紧问了一句 怎么不见制身兄弟啊 对我长老尚且有此劝告 对鲁制身 长老恐怕早就做好了安排吧 再看鲁制身 一身佛衣 一面佛像 没有愧疚更无不舍 只是将看破而不能说破的无奈 深藏于心 鲁制身之后 公孙盛同样看透一切 依然离开 没有真佛护佑 没有真神点拨 梁山也就只能一步步走向灭亡 这就是这个体验的无奈 没 之后 那就是这个体验的无奈 这就是这个体验的无奈